他确实到了上海去接黄炎秋 此时能否找到那封电报就成了关键所在 为此我们找到了肥香县当时的报务员 上海潜通站发过一封电报过来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有有有 那我们如果想查找当年的这封电报 还有没有这种可能 没有可能了 没有可能是吧 实际上太长了 因为电报的缺失 我们无法求证所谓一夜之间的真假 黄炎秋完全可以乘坐火车抵达上海 并在随后编织出这个谎言 可依照常理 在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 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去这么做 可如果这不是谎言 难道村民们所说的神秘现象真的发生过 那两个背着黄炎秋飞行的人 真的存在吗 你有什么比较确切的证据 证明我没有说谎 我确确实实到了这些地方 叫我弄一些证据我也弄不出来 我自己经历了事情 我自己都是这样说 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句笑话 那你回到村里以后 是不是村里的这些村民们都知道了 在你身上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情 对 村里人都知道 都知道了 当时大伙是怎么议论这件事情的呢 什么说话都有吧 有了说是鬼角度了 又说这个日子还不跟他疯了 或者有什么精神病啊 你瞪瞪说话都有 你跟别人解释过吗 你说我没疯 我没神经病 我说的都是实话 解释过没有 解释过 也解释过 大致任教也不相信 人家也不信 对 家里人相不相信你说的话呢 我家里也相信 相信 对 那你也好 你家里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这么这个事挺奇怪 又说不定是怎么一回事 都是因为这么这个事挺炫的 回家以后 你有没有想过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没有 我这个仔细 我感觉我挺长长 我没有必要去加长 觉得没必要 对 那之后身体有没有发生过 异常的情况 那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过 对 我是挺假的 发生这件怪事之后啊 你当时最希望这件事情 接下来怎么办了 我希望这家事件 不要再发生到我身上 为什么不发生到任教身上 尽管发生了这样离奇的事情 令黄元秋自己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他也不想更多地去追究了 他只希望这件事情赶紧过去 但是事情并不像黄元秋希望的那样 时隔半个月离奇的事情又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当时黄元秋刚刚参加完村里的动员大会 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 他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 可一觉醒来 他竟然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上海 此时的他想到了上次遣返时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位同乡 黄元秋决定向他求助 可是诺大的上海 他到哪儿去找他呢 你还记不记得第二次失踪是在具体的哪一天了 具体的那一天我就记不清楚了 头一天晚上我们到的召开这个群众到会 我们下村都在那插交 全村都参加了 下村都插交 我也在插交会 那就是全村的人都看到你了那天 对 下村的人都可以证明我在开会 但是我们生产队队长 他让我明天召集 在草莫社区来提送分 我行 我就回家了 睡了觉以后 给我醒来以后 作为非呀不是我们家了 到了上海护车站广场 那你这次有没有留心你醒来的时候 大概是早晨几点了 就是天刚亮 天刚亮 对 天刚亮 那夏天的话也就是五六点钟的样子 对 其实这是你最不希望的 因为当时大家沸沸扬扬议论 你也没法解释 你也不想解释了 你就希望事情赶紧平息了 但是时隔也就半个多月吧 就又一次 而且这次又到了上海了 你当时心里这次有没有想过什么 你到上海也就是想回家吧 怎么弄回家 结果他想做弄回家 他头一次交了一交 上海这个部队 我认识他一秒之交 认识人家了 我都决定去到这个部队 知不知道怎么去他们家 有多远的路 多远的路我不知道 其实走到来的那边 最后会弄不清理 就是坐几路车 怎么个走法到哪一站下 当时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那个城市在安部去过 光知道清院 具体那个路会照不住 等到你这个村子的时候 就有两个这个好心人他回来 按黄延秋所说 这两个好心人主动找到了他 为其购买车票 并给他指明方向 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每次在他转乘渡船和公交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出现在黄延秋的身边 为其提供帮助 最后 在这两个人的陪同下 黄延秋终于找到了部队营房 我们知道那个部队的 应该讲那个门位 是把守得很严的 不是什么人随便都能进的 对对对 你当时怎么进去的 当时就是这两个人 拎着我来这个部队走 刚时候卡的这个 也没问 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就过去了 就是既没有问 也没有停下来 对也没有停下来 就直接就过去了 对我们三个人都 他们偷离到我的后边 就庞若无人的 大摇大摆的机会 对对 都进去 部队这两个人 那我拎到旅海生这个门前 他说这个就是旅情难交 你俩就走吧 我就推门进去了 我进去了以后 这个 头一次接过了旅海生 他卡着我挺警要 别的他也没跟我说 他说你怎么过来这个部队的 我说你们部队两个当兵了 拎着我回来了 这两个当兵在那里 我就在门上刚走 他就去找这两个当兵了 就是在他看来 这个挺奇怪的是不是 他还挺害怕 这个部队保守很压 这个你就是我 比如说我找旅海生 这叫旅海生 到门口去接 门口去接了 他们叫我 我打他我了 他挺害怕 就是一般人基本上是进不来的 你这么就直接进到他家门里 他感觉挺奇怪 甚至挺害怕的 挺害怕 这次你在旅海生家里 待了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再回到飞香呢 在他就待了一几个 第一天 在这个旅海生 他卖了这个炸菜票 等我上了车 这个火车发动了以后 这个旅海生他才回家 那这一次 有没有人 或者有没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 你又一次是 从飞香一夜之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到上海的 这个有一封电报 可以证明 当时我到旅海生 叫了以后 我就让他 我说你赶快来 来我们叫 这个电报 这封电报 足足可以证明 我到了上海 那么黄元秋所说的 这一封能够证明 他所说的是事实的电报 现在还在不在呢 但是这个疑问 我们记者也走访了 当年的知情人